接著再提幾個黃金比例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5分之1是什麼呢 5分之1就是整個黃金比例的倒數 2分之根號5加1分之1 那這個當然就可以寫成根號5加1分之2 那透過適當的有理化 我們就可以知道4分之2倍的根號5-1 這裡可以約掉 就等於2分之根號5-1 那這個數字呢 跟2分之根號5加1剛好差1 就是5-1 也就是說 5分之1其實就是 原本就是0.618 剛好是完完整整-1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其實我們從式子來看 還蠻自然的 就是說你把兩個式子乘5 其實你會得到1就會等什麼 5-5-5 5-5就會等於5加1 那類似的這個連分數 也會有這樣的特性 就是說我把這一串 這一串如果叫做x 那裡面這一串其實也是x 所以我們這樣就看到 它其實是1加上x分之1等於x 所以兩邊同成x 就得到x加上1等於x平方 那在這個多重根號裡面 也是有這樣子 我們把整串叫做x 這樣我們就得到x等於根號的1加x 這樣x平方就等於x 這樣x平方就等於1加x 所以這些的 這些的無窮數量的極限 其實都是5 那一開始看到這個還蠻神奇的 就是說 這麼多1 9帥都是5 所以5的出現其實還 在自然界會有這麼多 其實有一些道理存在的 1加3 2加3 2加3 1加4